全国大选落幕第三天 政局依旧不明朗 国阵最高理事会今天早上召开会议 多名领袖陆续抵达巫统总部 不过大多数都三间齐口 更多详情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张以柔 以柔 请问县长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是的 主播 西蒙河国阵的巨头 昨天第一次会晤之后就盛传 今天早上九点会在国阵总部这里签署一个宣誓书 来支持安华任相的 不过越临近皇宫的限期就出现更多的变数 那么现在呢 九点钟的宣誓书环节突然间的喊停 转而是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召开 国阵最高理事会特别会议 预计是要商量国阵和西蒙这个方程式是否可行 不过今早大部分领袖抵达时 对时局的进展都是三间其口 只是简单的表示要等到会议结束之后再说 值得关注的是昨天缺席 因为抱恙而缺席扎西记者会的热乐物后任议员 加拉鲁丁今天露脸的时候披头就表示说西蒙国阵方程式其实还没有成事 但是他也强调说如果要决定国阵未来的出路就得要最高级别的代表大会 中央代表大会来定夺 那么他之前也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名国会员呢 之前也是高调的说过他比起西蒙他更加认同国盟以及国阵的方程式 我们正来看看刚才烧着前的錄影 我们会看如果需要决定 决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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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对中共的 如果美国担任会决定会决定法序和BH 没有决定会决定会决定在选择里的 最过 尽量未来的决定会决定不可以决定 正以为私人没有决定条件炙 我更能决定会决定当美国担任劳的 里排地方决定会决定法序和BH 事实上不只是热热物这名国会议员反对西蒙国阵这门政治侵蚀 就连巫统的第二把交椅莫哈莫哈山 昨天晚上也突然有感而发的发文告说 他明确拒绝和西蒙合作 更声称既然选民已经唾弃了国阵 那么国阵就得接受这个民主的游戏规则 也就是下野担任好作为反对党的角色 担任监督和制衡的工作 除了莫哈莫哈山看守首相兼副主席 伊斯麦沙比里的女儿蒂娜 昨天晚上也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中 公布父亲在WhatsApp通讯的内容 显示伊斯麦沙比里已经表明 他是绝对不会和西蒙合作的 他也不惜被打开除 因为不和西蒙合作就是他的最终的底线 他绝对不会于月底线去要做当官的 那么距离目前距离皇宫的最后期限 还剩下不到还剩下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国阵这里似乎有诸多的困难还没有解决 反倒是国盟那边就不断的传来好消息 那么接下来的时局发展是否会再度逆转 安华和扎西是否又可以力挽狂澜 携手入主不成 那就要看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也就是下午两点就能够知道了 好的 以上是记者张宜柔 在国阵总部这里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报 现在把时间交给棚内的伊林 谢谢宜柔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 请不吝点赞 这是真准 张宜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